大家好,我是文宝,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贾木寺的连环杀人案件 而且本案的凶手被称为蛇蟹女人 她甜言蜜语哄骗离异警员,为了两万元杀害了这个对她好的男人 她更是心计报表,为了无欠缘杀害豪姓的方洞一家三口 被捕之后更是细境附体,试图耍赖,逃脱法律的制裁 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话不多说,开路本器案件 蛇蟹女人 在1994年9月份的一天,地点是黑龙江省贾木寺市松花江岸边 这原本是平常的一天,可此时路过这里的人们都受到了警吓 因为他们在路边的一个旅行包中发现了一镜腐烂的人体大腿 目击者是迅速打电话报警 而就在此时,贾木寺松花江附近陆续都有人报警,曾发现了石块 根据这些石块,警方进行了拼凑 但也只是勉强拼凑出了遇害者应该是一家三口 可更多的信息因为证物残缺是无法得知的 正在警方为此时发愁的时候 九个月之后,命案是再度发生 在贾木寺比较偏僻的郊外稻田当中 再次发现了一用塑料袋装着的这一些石块 警方这一次是正着急了 于是通过电视节目报道出该名死者的一些身体特征 说此人是出了撤祸 也联系不上假人 特此发送虚人启示 没有想到这办法还真的有用 很快就有一位姓董的大爷说道 这正是他的儿子董大庆 已经好几天没有来看他了 而且董大庆还是一名人民警察 平常对董大爷是十分的孝顺的 警方根据董大爷提供的线索与信息 很快的来到了董大庆的住处 发现这里果然是第一案发现场 屋子里是非常的凌乱 血迹还有一些骨头碎肉都没有清理感觉 现场是非常的血性 确定了案发现场之后 警方通过走访附近的居民 很快的一个叫做任秀娥的女人 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当中 这是董大庆最近刚叫的一个女朋友 不过董大庆被害的这段时间内 任秀娥竟然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是下落不明 警方通过线索进行排查 终于在一家乡亲这个仲介内 找到了董大庆跟任秀娥的资料 根据仲介所的工作人员说到 这个任秀娥的审视是特别的可怜的 本身还嫁过一次人 因为没有生育率能力 所以被婆婆赶出了家门 当时仲介所的女性们都可怜这个女人 就拍着胸脯保证 要给她介绍一个好对象 根据仲介所的工作人员回忆 警方描绘出了任秀娥的复原像 全程张贴 画像贴出之后 有不少热心市民提供了线索 但也是众说愤愚的 这个说自己跟他睡过觉 那个说自己跟他跳舞的 总只是五花八门 都是一些不太正当的男女关系 可这一些线索呢 暂时对警方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真正的突破点 是来自于一个林县的老太太 她到贾牧寺州亲戚 认出这是他们翠儿的 马彦宏 此时 这个女人的证实身份 放财浮出水面 这个女子呢 镇的名字叫做马彦宏 当时是28岁 自1993年离异之后呢 将两个孩子留给了前夫 独自来到贾牧寺生活 村民对他的评价呢 是好坏惨伴 虽然呢 他这个人很爽朗 但是在男女作风上 是十分的混乱 这说明什么呢 之前的那些豪心的热心市民 提供的线索 还真有可能是真的啊 警方随后是顺藤摸挂 找到了马彦宏 马彦宏被捕之后呢 很快的就交代了 自己的杀人经过 他与丈夫离婚之后啊 就整理了形状 来到了贾牧寺来混社会了啊 他原本是想做点剩意 然后轻轻松松的 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商场的竞争残酷啊 和奔慎呢 也不具备这个上线素养啊 是说白了 不会做剩意呗 那几个钱啊 没有多久 就让他给祸祸没了 于是呢 这个马彦宏 就打起了一个包租贡的主意啊 这个包租贡呢 名叫徐学礼 一家三口是幸福美满 此时呢 马彦宏化名为王岚 自称啊 丈夫桌上一发财了啊 抛弃弃子啊 拿走全部家产 和一个服务员跑了 这对夫妻啊 听完之后就很同情他 对他也很是信任 不但减免了他的房租啊 还借钱给他用 但这一些豪心的行为啊 非但没有让他产生 丝毫的感激之情 反而给这一家人 带来了灭顶之灾啊 就在房东徐学礼 一家三口准备去外地 探亲的前一天 马彦宏看到了徐学礼身上啊 带着五千块钱 于是呢 他借口要赶紧 徐家夫妇的这个照顾 希望在徐学礼一家临走之前 为他们送行 接着呢 马彦宏在买的啤酒和菜里 都下了安眠药 把一家三口迷晕之后呢 马彦宏残忍的拿出了菜刀 砍向了自己的恩人 在拿走徐学礼身上的现金之后呢 马担心 事情会败露 于是呢 将尸体分解后 抛尸 马彦宏在杀害徐家山口之后 在更好的这个地方 住了一个房子啊 但是盛心奉流的他认为啊 还是需要找一个男人来依靠的 于是呢 他找到了之前提到的那个 混戒中心 此时呢 他又化名任秀娥 然后呢 马彦宏对这里的人 工作人员吧 说自己没有这个生育能力啊 被爆发户丈夫抛弃了 被奉奸思想的婆婆公公啊 早递出门了 他这样一说之后呢 在场的女性们呢 各个义愤填影 说到一定要帮 马彦宏找一个好对象 于是呢 这个不幸的男人就出现了 那就是董大庆 此人呢 是一名警察 同时呢 也是一个离异的男人 马彦宏本来就长相不错啊 还可以的 再加上能说 回到会博得男人的欢心 于是不久啊 就搬进了董大庆的家中 住进男人家中的马彦宏啊 总找机会啊 实际来试探这个董大庆 看看他手里到底有多少钱 在马彦宏的计将和试探之下呢 男人拿出自己积攒的两万元钱 还说到 这些钱呢 我准备留着我们结婚办酒用的啊 可董大庆做梦都不知道 这两万块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1995年6月2日 二人在一番问存之后呢 马彦宏笑嘻嘻的说道 啊 劳工辛苦了 我去给你做饭呀 然后接着就到这个厨房 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 端了出来 并从冰箱里拿出了三罐啤酒 董大庆没有任何的防备 结果便一饮而尽呢 殊不知啊 马彦宏用了同样的手段 在啤酒里下了药 结果呢 是可想而止 他将董大庆杀死之后啊 将尸体分解后 抛尸了 可怜的董大庆 就这样被一个严重 值有钱的女人 给杀害了 但是呢 关于他的审判呢 也是一波散哲 这个女人呢 出尔反尔 电脑黑白的本事啊 确实是大的啊 当进入初审的时候呢 马彦宏突然放供 说以前的供词啊 都是警方逼我的 马彦宏的辩护律师 也提出了一个质疑 说到一个弱女子 怎么能单独杀害了 收购专门训练的壮男呢 又怎么能对 一对散呢 杀害了徐学里一家三口呢 案件是不是有第三人的参与呢 辩护方又直出啊 根据案发现场 残留9的怀验结果 马彦宏所投放的剂量 最多只能让一个正常成年人 进入四岁翡翠的状态 概率是极底的 就算是取胜 也应该有搏斗或撕打的过程 但案发现场的勘察记录 却没有记载 可当法庭让他正面回答 到底有没有第三个人 参与到案件当中时呢 他的回答又是模棱两可的 他说到一人做事就一人当呗 自己干的事 事到如今要别人干啥呢 所以案子啊 没法在有这么大的疑点下 进行宣判的 法庭宣布啊 是择日宣判 让供诉访找出证据 也让马彦宏交代清楚 同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次开庭啊 马彦宏突然叫来了 他的这个帮凶啊 受到一个姓王的哥们啊 他把这个 和这个人怎么相识的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怎么杀的人啊 怎么分钱呢 是说的清清楚楚 而他口中的这个人呢 当时身上有一条命案啊 还是个统计犯 男人翻案被通缉的时候呢 马彦宏当时呢 已经在监狱里面了 他说出这个同谋啊 正好是一个统计犯 找不到人 所以说呢 就没法下结论 这个人一天找不到啊 马彦宏就 怎么说呢 就是没法被宣判吧 就这样呢 在老王没有被抓到之前呢 案子就没有办法结案 马彦宏呢 也苟活到了1998年 1998年的年末啊 案件第三次开庭了 检察院处置证据 马彦宏说不出 这个老王的相貌特征 而且他作案时呢 这人压根就不在贾公司 马彦宏也找不出 第三个人的证明 于是呢法院当庭宣判 马彦宏犯故意杀人罪 证据确凿判处死刑 接着呢 在1998年的12月22日 31岁的马彦宏被执行了死刑 临行前啊 他最后的 是想看一眼自己的两个孩子啊 但是呢 可他对房东孩子下手的时候 就是多么的凶残 简直是毫无人性啊 说到这里呢 本案的基本案情是讲述完毕了 相信各位呢 都有了自己的一些评判 其实原本觉得啊 这就是一个好吃懒做 信尝歹毒的人 为了自己的死欲呢 可以不折手段 这种人呢 真是可怕至极啊 令人恐惧不已 其实原本好奇的是什么呢 他是怎么知道有个老王是逃犯的呢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啊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最后您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最后还是那句话 愿世界没有罪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